這次他們回來了 本來邀請很多藝人都不敢來 只有這一位 沈大之座 沈玉琳 24位名嘴 加上一位我們沈大哥 你怎麼敢來 這次是第三次 那前兩次呢 因為有小小的疏失 那這次 這邊有新同學的 還有這個羅濟夫也是第一次來的 沒有啦 我上次來過 對啊 上次來也是不講話 但是我有到最後一關 要挺到最後一關 對 到最後一關 但是你以為他沒來過 因為他沒有講話 這是策略 我發現其實前面 講話講越多了 可能那個出局的機率都滿高 對 我可以講 直接的話講太多 對 話就是 我是在做身心靈整體健康諮詢的 有 瓜哥胥 瓜哥胥 4號是蒙湖 胡蒙 胡蒙 亦琳 你有不同答案嗎 我覺得 4號真的比較有可能 因為一丘之和 常常就講說 你們這群人唯非作膽 真是一丘之和 假規 那就可見說必須要有一群 群居的這個動物 才能夠構成一秋之河 這個羽翼 對 你覺得第一號 因為一秋之河指的是不好的動物 對 對 黃鼠狼啊 黃鼠狼是不好在哪裡 鼠狼只是給雞蛋 接下來上場的第二組參賽者 其中除了第三組前來挑戰的 知名製作人 沈玉琳能否脫穎而出 為自己奪下晉級的門票呢 請準備 請出題 途中韓國佳麗叫什麼名字 沈玉琳這題如果答錯的話呢 他就不配當經紀人 因為世人不理嘛 而且老實講 我上個禮拜還在娛樂評論節目 聊過這個話題 韓國這個選美整形 All in one嘛 看起來二十幾個 但其實只有一個 因為他們整個都一樣 對 這樣評審也很難審 對 是啊 參賽者被李白誤導 引起全場一陣嘩然 我認為一定是一 那個火嗎 那這種高烤才會持續要用到火 但那個時候沒有這個 白那時候沒火嗎 我外星人長那麼小你看看 那個何必怕他入侵地球 Facebook標準色是藍色 為什麼羅英如選擇的是 創辦人是色盲 還有誰說 有這種事嗎 因為我覺得這很好笑 我就選擇因為我這種 不會不會就被他蒙對了 打聽一下金頭腦 他不是屬於搞笑的 Paul 你講得這麼賭地 剛萬一錯了怎麼辦 結果答案是 結果答案是色盲 哈哈哈哈 馬克佐伯格其實他是紅色跟綠色的色盲 所以後來才選擇是藍色 哦 對 你應該把Paul剛剛說的頭頭知道那段話 再replay一次 一號是什麼 一號是烤肉 我認為一定是一 因為那個字已經就是搞 又有一個快 又有一個火 對 那個火嘛 那只有燒烤才會是需要用到火 嗯 沒錯 可是跟李白 李白那時候沒有這個 李白那時候沒火嗎 不是 搞不好李白很喜歡吃烤肉串嗎 李白喜歡吃雞里香 不行 不過我還是堅持 東坡肉 因為我是覺得 你不要自己喜歡吃東坡肉 就像說蒙古烤肉 你是覺得這個答案比較好笑是不是 對 正解釋 1 YES 好快 答題有如神助 讓陳玉琳信心大增 這一道題目 要讓名嘴們賭上冠軍獎金 剛才那句話講什麼 我都完全聽不懂 如果我能看得更遠 那是因為我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是因為我頓獎 巨人的時候講的那個 對 但是一個關係 我給你打賭10萬塊 金桃堡 我認為一定是 以那個火嗎 那只有燒烤 才會持續要用到火 李白那個時候沒有這個 李白那時候沒火嗎 李白一直吃開什麼 對而已 你被李白誤導 李白喜歡吃雞里香 不行 今天戰火持續延燒 激烈的對決 就有失控的場面 玉琳說講的那個 對 但是應該是愛心 我給你打賭10萬塊 誰會是本週 最聰明的名嘴呢 各位 你們今天看到的沈玉琳 已經不是那個沈玉琳了 我發奮圖搶 自在奪冠 加油 第一組中 有號稱演藝圈 最聰明的男人 沈玉琳 圖片中的貓 在劇中 是什麼角色的貓 沈玉琳選擇2 因為 從圖片來判斷 他的打扮 他的造型設計 感覺是要散發出一種魅力來 這個吸引人 對 所以我應該認為是魅力嗎 因為怎麼會有鐵路貓呢 鐵路貓應該不會存活吧 會被 我會被撵過 那搖滾貓他也不夠Rocker的感覺 那領袖貓那個吊吊其實也不太像 這一部是泰國版本的 你怎麼會這樣 是 你也選擇3 為什麼 這個 Failway 飛尾是哪裡 Browway吧 Browway 講清楚 飛尾 讓我突然 我們從小到學發音就選擇 來 正經 2 魅力 好 晃玉琳哥 留下來了 你過關 你過關 其實我對藝術 對歌劇也稍有色略 真的 不要答對了才這樣講 雖然沈玉琳是馬後拋了點 但他對題目的分析 也相當有邏輯性 請問 此處說 名稱為 大膽的推測應該是悲創的 就是望鳥心探 對 望鳥心探 我只看到一個貓頭鷹是 兩位值得表揚一下 沈玉琳和孫瑪琳 演藝圈最聰明的男人 這次果然啊 真本是評戰啦 如果我看得到 比別人的角色 是因為 我站在雙腿上 對 如果我能看得更遠 那是因為我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是牛頓講的 牛頓以前寫那個什麼 數學原理的時候 因為 就發表這句名言 牛頓講他第一位 牛頓是英國人啊 他講話都用英文啊 他寫書都用拉英文啊 你講牛對 可是這邊 玉琳熊講的那個邏輯是對 但是應該是愛人生臺 我跟你打賭10萬塊 我 剛好我昨天 因為我是事實審議的 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正好就看到這一段記載 是 在危機百科裡面 這麼巧 大夢 你是為了我們結婚 去增加私事喔 真的啊 每天在科危機 這個錢叫律師 這個有沒有賭博罪 個人達成的算 差10萬可以嗎 應該是開玩笑的嘛 好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因為輸了我也不會承認 可是我在這邊見證喔 對 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 你們這個 想選牛頓請舉手 支持沈玉琳的比較多 證據解答是 2 牛頓 恭喜 哇 玉琳哥10萬 玉琳哥好厲害 10萬塊保住了 是 低調 10萬塊 今天呢 竟然只有四個人 真正靠自己的能力 過關 而本人呢 就是碩果僅存的 其中一位 而且這次是靠自己的 這個大體能力的過關的 這個 算是好的開始啦 那現在呢 即將要邁向第三天了 這個 挑戰呢 是越來越 嚴峻 在知識的殿堂面前呢 永遠要保持 謙卑 所以呢 謙卑低調 就是我未來的作戰策略 沈玉琳恩將仇報 張又發好心喊 你待會兒 有幸過關 你會指定先 演藝圈講究倫理 已經 老尊賢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會指定 有話歌 哇 精采了 精采 你看看我這樣的幫助 金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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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天的分組淘汰賽中 僅有四人順利晉級 其中也包括了 三度參賽的沈玉琳 這也讓他在之後的比賽 信心大增 有如神助 如果我能看得更遠 那是因為我站在去年的肩膀上 是牛頓獎的東西 我跟你打賭十萬塊 哦 演藝圈講究倫理啦 一定老尊賢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會指定有話歌 哇 精采了 精采 你看看我這樣子 那你還要害我 沈玉琳 什麼 接下來要上什麼事 被過關者指定的沈玉琳 第三度參贊的她 據說以你定好作戰策略 就是保持謙卑 提掉 究竟她的策略能否奏效 順利挺進後面的賽事呢 為了參加這個比賽 有做了這個充足的準備啦 題目只要不要太標準 合理範圍之內呢 我相信我都能夠靠自己的實力過關 欸 你怎麼沒有想耶 我靠都滴滴的 你還這樣指我 請問人家遲定就來吧 玉琳哥 那我覺得她是業界 應該是 可以說是演藝圈的賈伯斯 那期待玉琳哥 指點 提點我們不懂的地方 節目很可怕 我們遊戲會就是這樣 玉琳哥可能真的很厲害 對啊 玉琳哥來 不用怕 有材料怕什麼 用力很怕什麼 靠實力 要不是靠運氣的 對 對 說真的 很多藝人跟名嘴擺在一起 你叫他來他還不見得敢來 真的啊 真的啊 對 小鐘就不敢來啊 小鐘騙製作單位說出國啊 其實他現在在吃牛肉麵 這個應該你會啦 什麼類型的 你常常看日本影片嘛 日本影片應該很OK吧 看動作的喔 我們節目播那個 外來語 外來語 喔 外來語喔 請問 下列哪一個外來語 出自不同國家 2 小資 小資應該是台灣獨創的 嗯 然後 敗犬 喪女 這個好像 都是日本的 好像都是日本 嗯 嗯 喪女啊 喪女其實就是沒有談過戀愛 到一個歲數 就是沒有談過戀愛 叫喪女 那喪屍是什麼 喪屍就是 喪屍 什麼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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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 你猜 那喪屍一個 你一直在腿軟我 你一直在腿軟耶 他 他在幹嘛 他從第一天就腿軟到第三天 連下來都會腿軟 他們過關你會指定誰 演藝圈講究倫理啦 敬老尊賢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會指定有話歌 哇 精采了 精采 你看那我這樣子幫助你 那你還要害我 你還要害我 對啊 有話歌 因為你博學多聞 我希望你多發揮多表現 多教育觀眾 為什麼要問這個 就可以看出他們上節目的個性跟性格 他是覺得有話表現太多 對 話太多 恭喜 Thank you 等一下 本來我對這個第三天第三集呢 都會有一種恐懼的陰影 因為就是 上次就敗在第三集 同樣的場景 讓我感覺到 我有種不想的預感 怪來於小資女 硬是被擁搭對了 靠自己的實力過關 太好了 非常高興 我看好有話歌他會過關的 所以我希望給他多一次的表現機會 好 有話 錯 昨天的抽籤淘汰賽 奪冠呼聲最高的張友華 意外落敗 而造成這種結局的人 就是綜藝界最聰明的男人 沈玉玲 阿美公布對或錯之前 你待會兒 有幸過關你會指定性 演藝圈講究倫理 明鏡老尊賢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會指定有話歌 精采了 精采 你看看我這樣子幫助你 你還要害我 你還要害我 對啊 可怕的是這一切都在他的企劃之中 如果我難過關的話 一定要指定有話歌 因為有話歌是我看來 這個實力最堅強的對手 先消除這個主要敵人 再對付次要敵人 就是我這一次的主要戰略 在張友華淘汰之後 冠軍可說是這兩個男人的囊中物 而目前站立最強的沈玉玲 其Paul 又會遭遇到什麼樣的狀況呢 真正害怕的對手是誰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Paul 因為呢 你別看他看起來傻傻的樣子 但是他那顆腦袋裡面 好像裝了很多東西 其實我最怕有沈玉玲 好的 現在要邁向第四天了 好 離成功呢 就是差一離路而已了 好 這一次呢 一定要更加倍的專心 更加倍的努力 加油 加油 希望淺運好一點 我覺得女生真的比較色 對 男生的色是比較顯性的 可是女生那種色是隱性的 可是那個爆發起來跟火山 爆掉一樣 很可怕 對啊 男生只是衝動啦 我覺得 對… 你有遇到女生像火山爆發一樣色嗎 我遇到每個女生都是火山爆發 真的 好 好 那妳是不是要挑戰沈玉玲嗎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等一下 你可以挑戰她 她可以拒絕妳 對啊 妳幫我揪 我覺得一定 要贏 好揪嗎 妳是不敢是不是 老實講我真的有點怕她 你可以拒絕 你可以拒絕 拒絕 因為Windy老師的實力太堅強了 沒有 沈玉玲目標不只是冠軍 還要擊敗最強的敵人 誰知道沈玉是誰 我只知道唱歌的沈玉 沈玉 沈玉就是說 洪榮小石撩撩大衛筆 她說她 我… 真的我交給命運好了 她都好謙虛 交給命運 對… 我想她如果抽到沈玉玲吧 來喔 那就命運好好玩了 沈玉玲 她沒想到是我跟… 一定會碰到的 綜藝界最聰明的男人要上場了 她能否拿下早該屬於她的十萬呢 每次參賽都被譽為最強的對手 但卻屢戰屢敗的沈玉玲 這次終於收起以往搞笑的心情 認真屏戰 沈玉玲上前幾次來也是好像寒恨而歸 對 她今天最好的成績 我剛剛問過她了 上一次是到第三關 對 第三天 今天走到第四天了 對…算是有進步了 是… 大家都是懷疑說 那個藝人如果得到十萬塊 會不會給 當然要給 當然的啦 一定要給 這獎金是固定一定要給 才華楊玉的沈玉玲 對上曾經殺進決賽的羅吉夫 兩個截然不同性格的高手對決 以上四則影片中 哪一個搞笑寶寶點閱率最高 請想答 沈玉玲 玉玲哥 我個人應該是覺得 2 錯 玉玲哥對不起 沒有 因為我就 我自己覺得那個最好笑 我也是 但是我會選2 超好笑的 但是她是用她上面 點閱的數字 對…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不管怎麼樣 上自己的成績已經邁進一步 對啊…至少有進步 對 謝謝沈玉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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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她怎麼會不會呢 點閱率 之前新聞好像也有抱過 那麼可愛的小孩 點閱率那麼高 她怎麼會沒有看過呢 好啦 算了 只能說她就是 比較公那個 比較厲害的是歷史方面的 要再回去 對 她可能就是不愛上網 都看一些不該看的東西 好吧 每次呢就是關鍵時刻呢 就會碰到我不熟的題目 這個搞笑影片 我個人是沒有看過 然後我整個選擇 我覺得好笑的 沒有想到我覺得好笑的 跟大眾覺得好笑 我是不一致的 很挫折 不過沒關係 因為比上一次又更進一步了 相信一次會比一次更好 OK 旅次參賽 就是想證明自己 給觀眾看的沈玉玲 落寞表情全寫在臉上 沈玉玲猜啊 OK啊 那我就放心了 金頭腦就是我本的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講耶 不可能 這個如果對的話 我們就直接算兩分 一個工具 好黏 老師會拿那個來打人 工業用 用槍 好 都沒有講幾個字 OK 沒有講幾個字 沒有講幾個字 你們太厲害了 太聰明了你 哇塞你好棒喔 不派你派誰啊 我就說我是金頭腦嘛 等一下 我寶貝 很心思 好棒喔 好棒喔 很扯 快 Erin 不是金頭腦 你那也會 你 標籤上 位置... 你這一組打給我們就服務了 好不好 我要更難喔 所以你答對我就不錄了 因為太厲害 第一個講四個字 四個字 第二個叫西藏喇叭 第三個叫 一個 一個 還沒講完 一個 神聖的地方 一個神聖的地方 又四個字 布達拉宮啦 西藏喇叭嘛 神聖的地方嘛 那西藏喇叭 就住在布達拉宮裡面啊 不會是耶路撒冷 那個基督教的嘛 那個阿門的嘛